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 在这廉价四天的过程 那我们能够来遵守神的圣日 一同的来聚集在神的圣所 那相信在我们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必定会将他丰盛的恩典以及慈爱 来赏赐给我们在座的与会人员 那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 小弟就借着头颖幕上所显示的 主先向玛利亚显现 来作为我们的彼此学习以及提醒 我们从圣经四福音书当中 我们能够来看到玛利亚这个名字 有非常多的人 那在新约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六个玛利亚 那最熟悉的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第二个玛利亚就是打破玉瓶 在伯大里的玛利亚 还有一个就是在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在旁边看着主耶稣的格罗霸的妻子玛利亚 那还有在罗马城多受劳苦的玛利亚 那第六个就是今天所谈到的摩大拉的玛利亚 那在使徒十字架当中 那信仰主耶稣就成为了这一个 几位妇人他生命中的一个 他们抓住一个很好的恩典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从这过程中也能够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让我们值得学习的 那从当中今天就要特别来谈到这摩大拉的玛利亚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章节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来看第九节 新约圣经七十四页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 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那这一段圣经就记载 在主耶稣复活的头一天 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摩大拉的玛利亚是首先看见主耶稣的复活 这对我们来说 这恩典是何等的大 那圣经并不是说主耶稣所爱的门徒 哪一个是首先看到主耶稣的复活 而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这个女子首先来看到主耶稣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把主耶稣当成我们信仰的一个人生目标 是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亲眼看见主耶稣再领的一个景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之后呢 玛利亚确实首先经历到亲眼看见主耶稣 而且是第一个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玛利亚身上来学习 他为何会首先看到主耶稣的一个显现 其实这就是代表着玛利亚 他从开始认识主耶稣 一直到主耶稣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玛利亚都随时的跟随主耶稣 而且玛利亚从他的一个圣经记载 对主耶稣的一个服事 他就可以看得出 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 而且他也是抓住了这永生盼望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我们能够从玛利亚身上 从圣经上的记载 让我们来看到之后 我们就要来学习玛利亚 他这几点的一个特性 让我们能够在末后的一个时代 能够紧紧的来抓住主耶稣 那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 就是主为什么会先向玛利亚来显现 乃是玛利亚他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 那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是如何来跟随主耶稣呢 我们从路加福音来看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章节的记载 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第八章来看第一节第二节 新约圣经的九十页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一到二节 一节 过了不多日 耶稣周游各城各乡 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 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二节 还有被恶鬼所附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了几个妇人 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 从这段经节的记载 摩大拉的玛利亚首先出现 原来他身上曾有七个鬼 从他身上被主耶稣赶出来 所以从他被主耶稣医治好之后 他就开始来跟随主耶稣 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在加利利 传福音的一个过程中 看见了玛利亚 医治了他 所以当玛利亚得到主耶稣的医治之后 就开始跟随主耶稣 只要主耶稣到哪里 玛利亚就跟在身边 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玛利亚依然在主耶稣的身边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五节 新约圣经的一百五十七页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由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帕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大拉的玛利亚 此时的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所拒绝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大拉的玛利亚 一路跟着主耶稣 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依然在主耶稣的身边 跟随主耶稣 那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看五十八节 到六十一节 新约圣经四十三页 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五十八节 五十八节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 在那边对着坟墓坐着 这边就记载 当主耶稣被安放在新墓里面 摩大拉的玛利亚依然跟着主耶稣 是在坟墓的对面 来看着主耶稣在这新坟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几段的圣经章节来看到 当主耶稣医治他 他就开始跟随主耶稣 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玛利亚依然看着主耶稣 一直到坟墓里面 当主耶稣进到新坟里面 玛利亚依然的看着主耶稣 一直到隔一天 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第一节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第一节 昔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连到隔天 摩大拉的玛利亚依然清早起来 就往坟墓里去 因为他要去看主耶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跟随 他都一直在主耶稣的身边 一直到主耶稣被安放在坟墓 到隔天 玛利亚依然的来去看主耶稣 这种跟随的坚定 我们真的是值得随学习 有时候我们相信了这份信仰 那我们有时候会因着外在的一个事情 或是一些我们无法突破的瓶颈 让我们对这份信仰产生了一些疑惑 甚至呢有时候产生埋怨 甚至就不来不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 但是我们却看到玛利亚 他却从头一日一直到最后 他都是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 这种信心的坚定 我们是值得我们来去学习的 那在圣经当中也记载 摩大拉这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 那摩大拉其实他是一个地名 那这个摩大拉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高台守望台灯塔的一个意思 那也符合了玛利亚 他就是从远处 从高处来守望着主耶稣 从开始一直到最后 他依然望着主耶稣 也难怪在圣经 要来介绍这个玛利亚的时候 都会谈到摩大拉的玛利亚 是指指他 他就是从头一日到最后 都是紧紧的来跟着主耶稣 守望着主耶稣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要去学习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有主耶稣在的地方 这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在那里 当摩大拉的玛利亚在那边的时候 那表示让他的生命 得到主耶稣的改变 因着主耶稣的医治 他改变了一切 因为他体验到主耶稣的恩典 他相信主耶稣就是他等待的弥赛亚 所以他愿意用他的全身的力量 全身的所拥有的来跟随主耶稣 所以这就是让玛利亚 摩大拉的玛利亚 让他的生命改变的一个关键 也是一个动力 让他找到全新 对生命的一个体验 所以想一想 在我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 有没有改变我的生命 有没有改变我的想法 还是说我依然在过我的生活 所以看到玛利亚跟随主的这个动机 从一开始得到这个恩典 一直到主耶稣离开 被安放到心目 甚至隔天 玛利亚依然的来到主耶稣那里 要看着主耶稣 守望着主耶稣 也难怪他是首先第一个看到主耶稣 也是见证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人 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 所以因此我们要能够从主耶稣 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 我们就要如同玛利亚一样 要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 要如何紧紧的跟随主耶稣 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 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我们来看五十七节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五十七节 五十七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我们再看到六十二节 耶稣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果 那从这一段圣经的一个记载 我们就看到 当中有一个人 对主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但是最后 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果 那表示 我们都能够向主耶稣说 我要跟从你 你无论往哪里去 但是这跟从的过程 有没有像 如同这摩大拉的玛利亚 其实很少人有 像摩大拉的玛利亚 这样的一个信念 那么如果我们再从 这个内文当中来看 我们再看到五十九节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六十节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果 六十一节 又有一人说 主啊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 所以难怪 主耶稣会谈到说 守扶着你 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果 所以这跟随 是必须要心无旁骛 要专心一致 凡事都以主耶稣为中心 那碰到再多的一些困难瓶颈 但是呢 却因为我跟从主 都能够时时的来仰望主 来依靠主 甚至借着祷告来向神祈求 所以呢 跟随主 他不是 他不是说 我只是嘴巴说说 还要跟主耶稣谈条件 有条件式的 容我先回去 做什么做什么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专心一致的跟从 所以我们要如何跟从主 就要如同玛利亚一样 就是要心无旁骛 专心跟从主 随着主耶稣的脚踪 主耶稣的脚踪 就在这一本圣经 这个也是 主耶稣的门徒 也就是彼得 借着书信 来提醒的 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主耶 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你们蒙遭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彼得就特别来提醒 圣经上所记载的 就是真理 也就是谈到主耶稣 记载主耶稣的一个生活 主耶稣在世的一些言行举止 那我们可以发现 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 是非常的遇到很多的打击 甚至迫害 主耶稣都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 也借着主耶稣所留下的这些榜样 以及众圣徒 也就是跟从主的这一些使徒 门徒们 留下的榜样 能够让我们跟从他们的脚踪行 所以我们要如何跟从主 就是要心目旁骛 借着圣经上这一些 圣徒的一些脚踪 让我们去追寻 那主耶稣也特别谈到 我们要天天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走 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留下了 可以依循的一个榜样 借着圣经所记载的 我们常常去读 我们就能够明白 那主耶稣他自己已经先做到了 然后吩咐我们 要照着他所做的来去做 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 主耶稣也提醒说 我如何爱你们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 所以当主耶稣在吩咐 他的门徒要谨守遵行的 这些命令的时候 主耶稣都已经先做给门徒看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 玛利亚他能够来 专心的来跟从主 就是从主耶稣身上看到了这些体验 所以他也愿意放下他的一切 专心的来跟从主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去学习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来明白真理 也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 也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 那我们就能够好好地来做学习 我们更能够从神的真理当中 来去了解该如何的来跟从主耶稣 那跟从主刚刚就谈到了 真的是要专一 绝对不能被其他的事情所影响 那当然我们还是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做 但是这些工作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做 其实就足够了 那其他的神会帮助我们 更重要的我们要多留一些时间 去想想神家的事 神家的事还有许多的功 是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去做 那教会的事工不是只有几个人去做就可以了 乃是要集合大家的一个力量 毕竟这个教会是属于每一个属神的人 而不是属特定的某几个人 他就不是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是属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齐心努力 要同心合一 如同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 当他们把这个福音开始广传之前 他们都是同心合一的和人切祷告 如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十四节 他们在等候主耶稣所吩咐的圣灵的降临之前 他们是同心合一和人切祷告 这个就是要预备做主工的一个事前工作 是每一个人是一起的 而不是只有特有的人 这工作是他的事 不是我的事 并不是 那虽然感觉上你好像帮不上忙 但是更重要的 你可以借着祷告 借着祷告敲拖给神 在他们不足的地方 借着我们的祷告 神就会多多赐予他们智慧 多多赐予他们一个恩赐 所以不是说这个圣工不关我的事 都关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你有没有借着祷告的手 来为这件事情 为这件事工来努力呢 这个也是跟谁主的一种 就是借着祷告来帮助 那有一次小弟到南区去实习的时候 刚好碰到他们正在做主家步道 那当时小弟跟着传道 他就号召很多的人 来为这件主家步道的事工来做 那有很多那一天 很多人就聚集在屏东教会 甚至呢坐轮椅的也来了 拿着拐杖的也来了 大家都是为了要主家步道的这个事工 要付出一点心力 那时候小弟看到 哇 坐轮椅的也来 拿拐杖的也来 就慢慢的走到教会 这个要怎么主家步道 当时小弟还是有一点疑惑 想说哇 传道招了这么多的人 那分配出去 那这些还需要人照顾的人 他要怎么主家步道 结果呢 到后面看到传道的一个分配 哇 让小弟就觉醒了 原来有传道他特别的用意 原来主家步道的确 是对于每一个有心的人来说 不管你行动方便不方便 只要你有心 你就能够去做 你就能够来参与 所以那时候就分为两组 一个是外 一个是内 外就是行动能够方便的 就是出去分好几组 来去分发传单 那内的呢 就是行动不方便的 就是做论语的 或者是说脚 没有力量的 拿拐杖的 就是在内 那在内是做什么 他们不是坐在教会 等着他们回来 乃是在教会做什么 他们先会做祷告 先把今天的事工 交通给神之后呢 他们就会有人见证分享 把他们的一个体验 来跟弟兄姐妹来 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 来做一个分享 让大家能够得到造就 然后再借着祷告 求神帮助 那对内的就是全部 就是借着唱诗 祷告 见证分享 让这样的一个事工 都能够做成 让人人都能够参与 所以让小弟 能够回想到 有一个传道 他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 他看到天使拿这个冠冕 从天而降 那这传道一看到之后 哇 感谢神 他非常高兴 他就想到保罗 的那一段话 有公义的冠冕 为他存留 那这个传道说 哇 我为神 尽忠 职守了这么多年 哇 这冠冕 终于要给我 结果没有想到 这天使是绕过他 他吓了一跳 这冠冕 不是给我的吗 就绕过他之后 就往后他一看 后面就躺在 躺在床上的一个 一个老信徒 就冠冕给他 哇 这传道看了之后 觉得心里有一点 就会有一点 不平嘛 这样说 不是给我的吗 我那么认真 怎么是给这一个长辈 就后来天使要 升上去之前 那传道当然 有点疑问嘛 就赶快叫天使说 不是要给我的吗 怎么是给这个长辈呢 后来天使就跟他讲明 他说 你有没有觉得 你在传道的这一几年 你觉得你很有力量 你觉得你所做的 几乎都非常的顺利 满得神的一个能力 那这位传道的人说 对啊 我很认真的来为主 做服事的工 所做的真的都是 非常的顺利 大得神的一个能力 那天使就说 没有错 你知道你这个能力 从来来的吗 这个长辈 每天都在为你祷告 哇 这个传道就突然就 被点醒 就啊 原来是这样 所以 从刚刚所提到的 的确 福音 这个恩典 是我们每一个人 教会 就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不要把教会的事说 不关我的事 我能力还不足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觉得你能力不足 你就多祷告 有机会 你就来参与 你没办法参与 就是接着祷告 这个就是跟随主 当你决心来跟随主的时候 就如这么大的玛利亚一样 他是紧紧的跟随主 纵使他觉得 我曾被七个鬼 所负责 得到神的恩典 虽然他对神的事 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他知道 这就是弥赛亚 我就尽我的能力 好好地跟随 尽我的一点力量 甚至我们从 路加福音 第八章 第八章第三节 就特别谈到 又有 第三节 第八章第三节 又有西律的家宅 菩萨的妻子 约亚纳 并 苏萨纳 和好些妇女 都用自己的钱财攻击 耶稣 以及门徒 那当中也有 摩达拉的玛利亚 所以他们就用尽 他们能够做的 来帮助主耶稣 帮助门徒 能够在福音的事上 都能够来产生一些作用 那当然 如果我们的能力不足 祷告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跟随主的一个关键 我们不是说 我一定要做 才叫做不是主 我们来为这些事工 祷告 也是在做不是主的功 但是呢 你有能力 你有力量 能够做的时候 你就不可推迟 不要说 我祷告就好 这个就变成一个 不好的一个心态 我祷告是因为 我没办法做 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有很多的限制 我才是借着祷告 当我们有能力 有这个恩赐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推迟 这个才是真正的 跟随主的一个表现 那再来 再回到摩达拉的玛利亚 那主耶稣 为什么能够 首先来向玛利亚 来显现 乃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他全心全意的爱主 那我们刚刚已经 已经读过 第八章的第三节 那摩达拉的玛利亚 还有很同几个妇女 都是热心的 来攻击主 还有主的门徒 他们一些生活上的 一个虚用 那表示他们是全心 因为爱主的表现 他也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神所赏赐的 那我既然有 那我就来帮助 来补给 把神所赐给我的 我所拥有的 教会需用 主耶稣需用 我就愿意全然奉献 那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来看第一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 七日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膏 来到坟墓前 那我们刚刚在之前也读到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第一节 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约翰福音是只谈到摩大拉的玛利亚 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就谈到 有那些妇女 表示是富数的 那当中也有摩大拉的玛利亚 他们去做什么 他们是把所预备的香料 要来到主耶稣 要用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表示他们从主耶稣 还在传福音的时候 攻击他们的生活所需 一直到主耶稣被安放在心目 他们也是用尽 他们所能够为主耶稣做的 拿着这些香膏 要来那些香料来高主耶稣 这个都是一种爱主的表现 不管从开始 照主耶稣安放在坟墓里面 他们都能够愿意来为主用 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 这个就是爱主的表现 但是真正爱主的表现 就如同主耶稣的门徒 得到圣灵之后 他们都能够了解到 爱主的表现 就是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所以全心全意的爱主 神是看不见的 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是要坐在 弟兄姐妹的身上 就如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所谈的比喻一样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第三个比喻 论审判的日子 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 只要把我们坐在 弟兄姐妹身上的这些事情 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四十节 二十五章的四十节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这个最小的身上表示 是被人所轻视的 是不起眼的 你连这个大家常常忽视的 你都能够坐到了 在这小事上 能够尽忠了 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摩托拉的玛利亚 他能够全心全意 主耶稣还活着的时候 他能够来攻击 当主耶稣死了之后 被安放在心目 他也愿意来提供这些香料 要来高阻耶稣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 爱主的一个表现 那更重要的 我们要把这些爱主的表现 要爱在哪里 爱在我们肉眼 看得到的弟兄姐妹 就如同约翰长老 借着书信所提醒的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二十节二十一节 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 爱神的表现 就是要爱肉眼 所看得到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就是我们 从神所受的命令 也就是主耶稣所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主耶稣说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就要怎么样相爱 若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是因为我们是披带基督 这就是我们基督的 一个心相之气 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表现 那我们再看到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二十章来看 第十节 第十一节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二十章来看十一节 十一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 哭 哭的时候 低着头往坟墓里看 那这边就谈到 当摩特拉的玛利亚 同这几个妇人来到 主耶稣安放了坟墓的时候 就看到石头被挪开 再进去看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不在了 当主耶稣不在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 就站在坟墓外面哭 他觉得他不知道 主耶稣去哪里了 他找不到主耶稣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主耶稣 他认为主耶稣不见的时候 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哭 就好像心非常着急 我所重视的东西 怎么不见了 就好像一个父母 对自己的儿女 如果失踪 我们真的内心是非常的煎熬 就会让小弟 想到有一年 刚好六福春 有一个非常好的促销 就是身份证 好像有二还是五 就是三百块 一个人三百块 然后有几个号码 就是一百块 刚好家里六个人 想说哇 都有这个号码 借着这个机会 能够带着孩子 去游乐园玩一玩 就那时候去的时候 没有想到 非常多人 哇 整个游乐园爆满 甚至在六福春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游乐场 几乎你想要找坐的地方都找不到 后来刚好他那个游乐室内的他中间有一个 类似做一个天桥 刚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想说我们走到天桥上面 吃我们带的中餐 想说站在那边很贵嘛 就自己准备中餐 要找地方坐 刚好那个天桥有楼梯 想说我们就坐在天桥有位置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吃中餐 所以呢我们就要从下面要切过人群 那人群真的太多了 就要到天桥 后来那个小弟是跟在最后 因为我是拿提很大的东西 想说跟在他们后面 就想说如果我从后面超捷径嘛 我就超捷径 他们就一直往前走 挤在人群当中 那我就往后面超捷径 给他们先上天桥 后来呢我上完天桥之后 想说看他们在哪里 就看到有我妈妈 还带两个小海鲸走上天桥 然后再看到后面我太太 再还我妹妹也抓几个孩子 这样点一点怎么少一个孩子 当内心想说怎么少一个孩子 从天桥往下看的时候 就看到唯一落单的乙骑 最小的双胞胎 最小的 他在正底下 在人群中慌乱 左看右看 在找人 因为已经一段距离 所以小弟看到之后 哇小弟真的是慌了 因为小孩子夹在人群当中 那我们人全部都在天桥了 所以那时候小弟很紧张 就赶快跟太太打个手势 因为人很多嘛 你想要大声喊 好像也听不到 所以就只手势说 少一个孩子在下面 哇太太看到动作很快 那虽然人很多 哇看他伸手很流利的 哇跑到下面 为了叫他去找这个孩子 结果呢打完手势 我要再往下看的时候 人就不见了 因为人真的太多了 哇那时候心里非常的着急 因为这么多人 孩子一走失 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小弟就非常紧张 哇心里一直祷告 哇主啊帮助我 不要让这孩子失踪 就祷告完毕 我再看的时候 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 眼里 他刚好在正下方 是在另外一边 那我太太是在这个桥的另外一边 结果很明显的看到 这两个本来要碰面了 结果就发生了电影情节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明明两个只要往前看就看到了 但是要看到那一刹那 就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就看不到 哇小弟吓一跳 哇怎么应该前面不到两个人 再往前走一步就能够看到了 没有想到一个那么刚刚好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如果再找不到 可能又夹到人情当中 所以那时候小弟已经不管了 就直接在那个天桥上面大喊 罗伊奇 哇全部人往上看 我也不管了 不管他不好意思 因为先把找到小孩子要紧 结果大叫之后 罗伊奇往上一看 然后我太太也看着我 我就马上指 我太太马上冲过去 哇去抱他 哇那个情境 其实我看到我太太抱住孩子 那一刹那 哇他是流泪 我太太在那边流泪 我在上面也流泪 因为感谢神把这个孩子找到 所以想到说 哇不见了 那种心急如粉 再想到 玛利亚 他来到坟墓 主耶稣却不见了 那玛利亚为什么哭 就是哇主耶稣怎么不见 那种心急如粉的那种心 就好像在找他自保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玛利亚他如此的爱主耶稣 就如同保罗所说 我以耶稣基督为他的自保 哇主耶稣不见了 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想想 有时候在环境当中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盼望 要让我们来做抉择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做抉择 有时候啊不见就不见 没有就没有 你就算了 就如同小弟在高中那个时候 对信仰原本是很坚持的 但是呢 因为住校 然后渐渐的没有去聚会 就觉得啊这个信仰 好像有跟没有 都无所谓 那种心他会冷淡掉 但是呢我们却发现 这个玛利亚 他从一开始 主耶稣来医治他之后 他就紧紧的跟随 他是全心全意的 来爱着主耶稣 所以呢直到最后 主耶稣被钉在石架上 他依然在主耶稣的身边 甚至主耶稣被安放在心目里面 他也要用香料来告主耶稣 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传统 就是为了这个使者 能够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玛利亚 对主耶稣的爱 真的是全心全意的 所以我们在想想 我们抓住了这份信仰 我到底有没有如同 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一样 是全心全意呢 当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主 我们就一定会来为主 来做一些服事的功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也这样提醒我们 你看约翰福音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我们来看十五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十五节 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再看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主耶稣就特别来提醒当时的门徒 说你们爱我 就是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 当能够遵守主耶稣的命令 表示你是爱神的人 既然是爱神 神也必向他显现 如同玛利亚一样 主耶稣这段话语 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 摩大拉的玛利亚 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主 所以主先向玛利亚来显现 这就是因为他能够 全心全意的来爱主 所以想想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已经抓住了这篇信仰 主耶稣早就应许我们了 那我们有没有去遵行 当我们能够如同摩大拉的玛利亚 来遵行神的命令 那神就会向我们显现 神的显现是要增加我们的信心 让玛利亚对神更加坚定 让他更相信 知道主耶稣就是这独一的神 让他在后面的晚年 他对神的一个信念 绝对是不落人后 绝对是紧紧的抓住 那抓住这公义的冠冕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到 摩大拉的玛利亚 除了紧紧的跟随主之外 他也是全心全意的来爱主 那爱主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最简单的 神赐我们赐门徒的心命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要在我们肉眼看到的弟兄姐妹 能够活出神的一个命令 能够彼此的来扶持 彼此的来安慰 毕竟到主来的日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许下一秒 或许下一刻 或许明年 或许十几年 甚至我们离开这世间 还碰不到 也说不一定 但是没有人知道 有时候神突然来迎接我们的时候 那想想 如果下一秒主耶稣来接我们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能不能有愧见主面 我们能不能 能够有信心的说 我会跟主耶稣在乐园里面 在天家里面 这个都是我们每天 不断的要去思考的 那借着摩大拉的玛利亚 从她的身上 让我们学习 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 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爱主 那我们天上的真神 必来向我们显现 他未必会显现在我们眼前 他更是会借着弟兄姐妹 借着这些人事物 让我们体会到 神在其中 神在引导我们 当我们绝望的时候 神的帮助 就让我们更能够体验到 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 借着摩大拉的玛利亚 让我们来学习 跟随主是亲无旁骛 是专心一致的 能够让我们来全心的爱主 那相信我们在往后的一个 服侍主的一个事工当中 更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同心合一 来为主的事工来做一个服侍 那就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喜悦 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 383首